我们要请教一下李玉佩老师 什么姓名笔画的女人 容易在事业上成为女强人 其实女强人这三个字压力好大 要成为一个女强人不容易 必须在性格上面具备了女强人的一个特质 而不是天上掉下来女强人 这三个字压在你身上 你就是女强人了 那你的名字是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女强人 我们要看的是人格跟重格 所以各位女性的朋友 赶快把你人格总格的笔画拿出来算算看 未来你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女强人 那像我们的来宾来讲 庄老师她的人格是27 总格是32 那齐慧人格是23 对到总格35 张宇人格跟总格都是17化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组合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女强人 是因为这个人务实认真的工作狂 人格总格如果分别出现了19 齐慧的23 31 37 43跟48的人 其实名字有这些笔画的女生 她们在个性上面可以说是性格非常非常独立的 做事情有自己的一个原则 你可以从她身上看出浑身散发出 就是那种很有自信的气场 然后他们做起事情来是干脆利落 而且为了工作 他是可以用他的生命去换工作的 就是为了工作他是可以自虐的人 当然他们的行动力也很强 而且最重要是他们自我鞭策的能力 真的是很令人寡目相抗 他不仅是自我鞭策 他也可以自我自己给自己充电 自己给自己激励 同时他也可以把这个自我鞭策的 自我激励来激励他旁边跟他共事的人 那么团队当中有这样的人在的话 其实他可以带动整个团队的一个氛围 所以他们的工作的行动力 接到一个任务之后 他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去把他执行 所以跟他们共事起来 那个氛围都是非常活络的 所以在职场上面 同事都很喜欢跟有这种笔画的人在一起共事 其实他们在工作上面 一旦动起来 那就是马不停蹄的动 他非常的好胜 他说不起 他怕丢脸 他怕人家看不起他 所以这个笔画的人 他会有成就 就是因为来自他个性这种好胜心强不服输 但是这个笔画他是属于先苦后甜的 有很多这种笔画的女生 他为了他的事业 其实他宁可独生终老 那他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企图心 所以他成为女强人 其实这个是早晚时间的问题 好 这是第一个特质 第二个他之所以会成为女强人 是因为他对未来是有明确的规划 绝对不是那种机会主义者 不是散弹枪打鸟 被我打到了就是我的了 好 人格总的如果出现了 十一 十七张语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二 这个是老师 老师 对 还有三十五是齐慧 所以齐慧上下他都对到了 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女强人了 其实名字有这些笔画的女人 她们是属于一种有梦的女人 但是这个梦绝对不是做白日梦 也不是去做爱情的梦 而是对于事业 她们是有自己很实际的一个 事业的梦的 其实这个笔画的女生 在骨子里 她就已经不想平凡了 她觉得自己的人生 不应该是这么淡淡无光的 她们的性格其实蛮豪爽的 很追求自由 而且很聪明 她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那既然要什么 就开始要有所辉划 绝对不是刚刚老师说的 那种机会主义者 就好像说 她们会怎么规划自己 我希望在几年之后 在这个公司当中 我能够做到什么样的职位 然后我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我的事业有多大的一个版图 甚至于还有人会这么规划 我希望在几岁的时候 我有多少的存款 然后我买下什么样的房子 我开出什么厂牌的车 甚至于还有人想得更远 我希望我在几岁的时候 我就能够财富自由 我能够退休 然后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她们有这样强大的一个气场 她知道她想要什么之后 她就开始奔着这个目标去执行了 她绝对不会去轻易的放弃她的想法 就算是这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其实她不怕 因为这些笔画的人 她们本身就是在艰苦中成长 在艰苦当中去累积经验 厚执实力 让自己慢慢壮大起来的 所以她觉得一个女人可以结婚 但是她绝对不要去当所谓的家庭主妇 她认为以她的能力 她即使结婚了 她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职业妇女 而且在她的心目中 她认为女人一定要有事业 有事业才会有底气 所以她会努力地工作 就奔着女强人这三个字 就这么拼下去了 所以对到的这些笔画的朋友 恭喜你 未来你就是一个女强人 重点是 你开始为你的女强人铺路了吗 这两个组合就给大家做参考 其会 当年女团女子团体 剥一下头发 对 对 也是有当年的 对 曾经一度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然后也不懂得珍惜跟感恩 是什么意思 对 因为其实我15岁就出道了 那其实 你们那一团有谁 我们那一团有杨澄霖 杨澄霖 然后黄小柔 小柔 然后另外一个现在已经引退演艺圈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 对 四个人嘛 四个人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是15岁 然后我记得是18岁的时候 就出了专辑 那时候我们算是台湾的第一个女子团体 就是应该说就是虚拟的女子团体 那其实你看年纪很小 然后其实被照顾得很好 我觉得其实就是已经被捧上天了 讲起来就是很漂亮很可爱 但是只会唱歌跟跳舞 很有实力 很有实力 对 然后其他生活上的事情 就生活上的事情 其实真的都不会 对 其实就是都被大家用得好好的 那那时候因为 用得好好的 怪怪的 照顾得很好的 照顾得好好的 对 你要那个习惯我 因为我有时候就是会开黄枪什么的 对 对 没有装黄色 对 但是还是会小小的 因为毕竟会播嘛 对 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我们风云乐 遇到了一些例如说唱片公司的状况 然后那时候还有SARS的关系 所以就是被就是因为很多问题 然后就解散了 所以我就从一个真的就是 被捧得高高的歌手 公主 对 然后被就是告知就是没有团体了 然后那时候就是转就是公司的老板 让我就是转到通告这一块 就是通告艺人 那时候会觉得说 就是我为什么要从一个 歌手 然后变成通告艺人 所以解散以后你们合约还存在就对了 对 那时候还存在 然后那时候刚好就遇到了沈玉玲 玉玲歌那时候杂派 然后喷有没有 放在这边打开 喷整个淋到头上 然后二枕的这一种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一度就觉得说 那个心理过程很 很艰苦 很量级 很极端 对 然后整个被拆除 那个自己要做很大的调试 不然人会忧郁崩溃什么之处 对 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忧郁了 所以当初在那一段时间 其实你在心里面蛮排斥自己 变成一个通告艺人 对 除了排斥自己之外 当然也就排斥其他的通告艺人 对 也不跟人家交鼓勇 完全不交 我就觉得 好像我是歌手 然后我才不要在那边 跟你们当朋友 我觉得算是偏差了 所以那时候我包括我连 我跟小柔什么的 我们都没联络 我跟他还吵架了 王不见王 对 其实是一个自己内在的 调试的过程 对 很辛苦 所以后来因为妈妈生病 让你整个有所成长跟转变 对 就是真的是要谢谢我妈妈 就我妈妈已经在天上了 那我觉得那时候是十年前发 十二十 十四年前 我妈妈走四年了 对 十四年前 然后我妈妈是先发现肺腺癌 对 那时候肺腺癌转移了 转移到就是脑部 然后那时候 医生告知只有半年的时间 那时候我们就陪着妈妈 一起就是抗癌 但没想到 竟然我妈妈已经末期了 很顺利地又活了十年 我妈妈是奇迹 对 就是而且我妈妈是完全没有吃 那个没有化疗 单纯标靶药物而已 对 一路 然后我就觉得看到我妈妈就是 对于生命的韧性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妈妈 特别的 因为我妈妈是从以前就是 就是她就觉得她是一个 她教导我们说 你要常常跟人家说谢谢 你要常常就是感恩的心这样子 我以前是完全不会谢谢别人 给我工作的 我是觉得你给我工作 你应该因为我优秀 但其实我根本没有那么优秀 好大的转变 对 然后真的就是我这十年来 然后就是看到我妈妈这样子 然后包括信仰的关系 然后我身旁很多人都说 你真的是变很多 然后包括遇到好老公 从一个机车女 对 机车女 变成一个暖姐 对 我现在就很喜欢 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 不管是好的 不好的 然后包括遇到我老公 然后我婆婆这样子 是 有福报 所以后来公司合约也结束 你就要自己当自己的老 对 现在 因为其实我在之前 都一直有合约 对 那我刚好是 三年半以前 刚好跟那个 邢南大主厨那个经纪公司 合约到了 然后我就跟我们老板说 大叔 我想出去闯闯 他说好 那你就出去闯闯 其实一开始很害怕 因为我完全就是 我什么都是 是从零开始 因为原来都是人家安排的 对 都安排好 然后就是做完什么 然后就好 没关系 我要自己出去闯闯 就觉得还蛮平安的 有时候就觉得 平安这个东西是可以 让我自己往前闯的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慢慢 就很多厂商开始找我 那我也越来越清楚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那时候结婚了吗 结婚了 我结婚八年了 然后跟我的老公在一起 十四年了 你老公是不是也是艺人 对 我老公是林俊杰的 音乐总监跟吉他手 非常优秀 林俊杰的 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 你老公是做什么 我老公是林俊杰 我话还没讲 你老公是林俊杰 我说不是 我老公是林俊杰的吉他手 跟音乐制作人 也是很有才华 很有才华 对 然后说 所以你后来的角色变成 老板 妈妈 然后自己又是上通告 对 然后我又 因为今年就是会回到 回归到歌手身份 然后是创作歌手 然后我也是帮很多艺人写歌 然后跟佐佐悠悠 大小姐她们的音乐配上制作人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 不可能都被我完成了 好棒喔 你看从齐慧聊天 她的那个自信 对 谢谢 开心 没有 对 就很开心 不是骄傲 看到你们 她没有骄傲 她是你可以感到她的自信跟感恩 这个好重要 所以我现在就很珍惜 遇到每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在这边遇到你 一定有它的意义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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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